其實佳琪在裡面 我覺得你還蠻忙的耶 對啊 你裡面演了好多個角色 你自己數數看有幾個 電梯先生 主管Charlie 然後還有一個 討人厭同事 討人厭同事 對 討人厭同事就兩個吧 兩個 主要是兩個角色啦 電梯先生跟Charlie 主管Charlie 電梯先生很有趣耶 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那個 看進了這間辦公室的 來來去去 然後有一部分是 辦公室鎮王同事的怨念 有些是什麼的昇華 對啊 他就自己 在我的台詞裡面就講說 他在這個電梯裡面 困了30年嘛 他用他30年的職場經驗 來幫助馬克 他看了無數的菜鳥 麻痹型啊什麼 一堆型 機靈型 所以就在教他 因為就有點像是 這個辦公室裡面那種 我們可能會看到那種 常常在最角落 然後最資深的那個 其實他看進人生 對啊 看進了這個職場的擺態 那種感覺 但他有可能是馬克 自己想像出來的 因為壓力太大 在電梯裡面 幻想中的朋友 幻想出來的 也有可能是這樣子 對啊 那我們就 進去場再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囉 哈哈哈 但是我們還是今天可以先 想先看一下精采的片段 好 到底電珠先生長什麼樣 好啊 討人厭的同事有多討厭 哈哈哈 你是難得的年輕人 不只有禮貌 還會隨手撿垃圾 我會 哦 對 就是這樣 我剛才看你萬腰 三十八零 九三度 撿垃圾 就知道你是一個 有愛心的有為青年 但是我擔心的是你的腰 你的腰一定不好 在未來的日子裡 不是一直靠腰 就是被靠腰 哦 聞你的味道 你是金門人哦 呃 不是 我是台北人 上次你聽到我說話的 就是一個金門的孩子 哦 這一定是我在自言自語 早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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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下艮 嗨 學長你好 嗨 學長請問一下哦 嘿 你在跟我說話嗎 對啊 哭 卡爵 欸 那個誰 過來幫我修醫校 我忙回來 沒問題 這個 學長 你回來得太快了吧 欸 你是 我沒見過你哦 喂 學長 你剛才不是叫我幫你修影機 哦 你是新人吧 對 我是新來的 我叫馬克 新人都會有人臉辨識障礙 我們公司多瑪是學藝術 搞設計的 大家多瑪長的朋友創意啊 嘿嘿 你這個賤人 Rita啊Rita 我太了解你的個性了 現在這件事已經不是只有我一個部門 而是我們兩個部門之間的事 互相合作嘛 如果我不是這麼的鳥的話 我一定會知道 現在是大白鯊跟老狐狸的對決 這個電梯先生真的還蠻厲害的 他教馬克很多 很多職場的應對的事情 譬如說設立了一個面試的場景 讓他去面試這樣子 練習一下你不要再落選 告訴他就是在職場當中 最重要的一致未知忍 忍就是你最大的武器 但是他最後還是忍不住了 然後他就爆發了 我覺得好玩的是馬克他原本的漫畫 我們把它放進劇本裡面演出來 有圖有非常驚喜的反應 因為大家覺得他那三格漫畫 表達了非常多上班族的心酸 跟任何諷刺的東西 但是這是編劇 又加入一個年人畫電梯先生的角色 他負責有點像點燈人一樣 他告訴我這個菜鳥 告訴馬克說 其實這個職場是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他就會問 他其中有一段是他會問說 馬克你叫什麼名字 我問他說馬克 好我問你你叫什麼 我叫馬克 不對 你是菜鳥 菜鳥是沒有名字的 我們通常會叫菜鳥 欸 小朋友 那個誰 就是不會叫他的名字 菜鳥是沒有名字的 我再問你一次 你叫什麼 我叫 很好 好 想像一下 也就是這樣 很有趣 就是大家可能就比較能共鳴 就是大家都有被這樣叫過嘛 對 像我在當兵的時候也是 常常長官叫不出你名字啊 那個誰 那個誰 欸 小朋友 那個誰 都是這樣叫 對啊 對啊 所以等一下那個同事他果然就是 學長學長他去找他 就那個誰你幫我修影印記 對啊 其實從頭到尾馬克 他沒有 沒有多少人叫他馬克 裡面有最誇張的片段是 我們在台上演了 一百分鐘 然後 整個時間劇本的流程大概有 一兩個月 就是這個上班族的人生的生活 但是老闆始終沒有叫過他名字 每次就讓他說 那個誰 你是誰啊 你好 你已經問第18次了 我叫馬克 好 那個誰 就是一直重複這件事情 永遠不會記得他的名字 對啊 因為太菜了 對 太不重要了 家綺你挑戰這麼多的角色 怎麼去轉換 我看到在舞台上其實你還蠻快的 一下子電梯先生 然後馬上就會變成討人厭同事 因為我 電梯先生他的那個 我覺得形象比較鮮明 聲音比較細啊高啊 然後比較有一點點女性化 然後Sensitive那種感覺 對啊 然後我就抓他那種輕柔啊 比較容易受傷害 然後蠻喜歡馬克的 很久沒看到人 很想對他好 很久沒看到人 30年關在這電梯裡面 上次能聽到他說話的是一個金門人 可能已經10年了 這10年都每天都 哈囉 我是電梯 都沒有人理我 那終於那天馬克聽到了 頻率對上了 對 頻率對上了 所以那個興奮啊 那種 但是他又有一點感性 太感性 然後很容易受傷害那種感覺 對對對 那我去抓他那種形象 然後另外一個Charlie的話 我就是走比較 很注重穿著啊 然後蠻注重打扮的 然後聲音稍微比較 走比較低沉 就是比較像我自己原本的聲音這樣子 然後也走路啊 比較 就是比較 男性化的那種感 主管 就去這樣做區別啦 要不然我可能 可能觀眾也會混淆說 誰是誰 對啊 那後來我聽就是 因為有一場我們有去外面簽 幫觀眾簽名 跟馬克一起 然後 就是觀眾 有幾個觀眾過來才意識到說 原來你是演那個電梯先生的 因為我最後羨慕的時候 是穿主管Charlie的衣服 然後我那時候才想 原來觀眾簽有這麼遠啊 都看不清楚 其實應該是你演技真的非常好 他沒有發現這是同一個人 因為這次來了很多就是馬克的粉絲 或是一般的上班族 那他們很開心就是可以在競技場看戲 然後可能他們蠻沒有 比較不習慣說 大家可以一直轉換角色 對啊 有些觀眾看完會以為 每一個角色都是不同演員演的 但其實我們只有四個演員 對 然後 服裝上面幫忙 然後 馬克跟老闆是沒有變換角色的 但就由他跟飾演Vivian Rita演員 其實只有一男一 對 一直在換這樣 蠻有趣的 好厲害喔 沒有 沒有很厲害 滴洋你如何去揣摩馬克那個 很Loser的菜鳥形象 你要去凸顯那個菜鳥的哪一個部分 我覺得菜鳥它基本上它應該是色式衛生 然後它是很不懂常理的 但不懂常理並不是讓人討厭 或者是說 或者就是說它比較不懂事 但是它人是善良的 它有一種天真 對 那我覺得馬克先生 他在畫馬克這個人物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一個人 就是一張白紙 加入了一個Jungle City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會有人去揉力它 有人去撕破它或什麼 那我覺得我要做的功課 跟我要努力的方向是 我要將這張 我想要將這張很真誠的白紙 呈現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讓大家也有同感是 其實現在很多大學剛畢業的 或努力了好久 終於有一份工作的上班族 對 他們就長得像一張白紙一樣 就其實不是我不懂 是美人告訴我這件事情 那如果過了很久之後 等我變老鳥了 那我是否要改變這樣的階級 但通常變老鳥了之後 就不會再 一樣會欺負菜鳥 真的嗎 這是這個社會不變的規則 因為那時候菜的時候 想說以後我變老鳥 我絕對不要像當初 欺負我那樣的人 欺負別人 對 那當它變成老鳥的時候 它就忘記這件事了 這感覺真的很像當兵 當兵的時候你進去學長 學長為什麼都要這樣 講話這麼不客氣啊 對 然後態度這麼差這樣 以後我當學長一定不要這樣 以後自己當學長 就你當了學長之後就這樣嗎 學弟進來的時候 什麼學弟這樣子 那個誰這樣 看到學弟就討厭 看到很奇怪 我覺得那個生態很奇怪 很妙 我們把馬克那三個漫畫 變成舞台上演 很多都讓人很印象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聽說魚的記憶只有7秒 你說什麼 7秒 這麼短啊 你給他做幾秒 老闆馬上就忘記